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奥雷 今天带来1988年上映的美国科幻恐怖片《异魔》 因为一次意外,阿伦遭遇车祸,险些丧命 幸好有知名医生约翰的救治 他才没有告别这个世界 虽然亲友们都在为阿伦的死里逃生而感到高兴 但阿伦心里清楚 自己现在成了生活无法自理的瘫痪人士 活在世上只会给身边的人添堵 母亲肯定不会介意这些 可女友林达就说不准了 杰弗里是阿伦的老友 得知阿伦到家后 他第一时间便来查看阿伦的伤情 阿伦的情况比想象中严重得多 即便杰弗里是天才科学家也束手无策 虽然母亲为阿伦购买了很多智能设备 阿伦平时只需要用语音操控即可 可这些设备经常出故障 能做的事也十分有限 这让阿伦愈发感到举望 终于有一天阿伦决定自不了断 若不是杰弗里想找他喝酒 专程来到他家 他就真的与世长辞了 办理住院手续的过程中 杰弗里偶然撞见了林达 没想到林达竟与约翰好上了 原来约翰之前在阿伦家复诊时 看上了林达 林达本就不愿被阿伦拖累 约翰的嗜好更是坚定了 他离开阿伦的决心 几天后 杰弗里送了一只母猴给阿伦 这只名叫埃拉的母猴 经过训猴专家麦莉的训练 可以帮人类做一些简单的工作 他应该会对阿伦有所帮助 正如杰弗里所说 埃拉极通人性 并且还会使用一些简单的剑气设备 令阿伦感到惊喜不已 另外 麦莉也是个大好人 得知阿伦目前的处境后 他竟决定以后常来照顾阿伦 女护工本就在照顾阿伦这件事上不上心 现在连做菜都被埃拉挽爆 这样一来他还如何在阿伦家立足 除了做菜外 埃拉还会提醒阿伦早点休息 这让阿伦感到十分暖心 得知埃拉不喜欢胡子这种毛发 阿伦竟起来麦莉帮忙剔须 看样子埃拉赢得了阿伦的认可 随着时间的推移 阿伦发现埃拉身上的优点越来越多 有时甚至能够代替阿伦举手 方便阿伦回答问题 而阿伦与麦莉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可是渐渐的 杰弗里感觉到了埃拉体内的异状 原来埃拉之前一直是杰弗里的实验品 杰弗里专门从事动物的智力开发 为了提高动物的智商 他研究过很多种办法 但一直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后来投资方催得紧 再加上上级的鼓励 他毅然决定将人脑的细胞注射进埃拉的身体里 这种注射确实取得了效果 只是没想到效果会越来越好 之前杰弗里只是单纯的想要帮助阿伦 可现在埃拉的智商高得过于离谱 快要接近人类了 再这么发展下去 他一定会带来麻烦 就在杰弗里准备强行带走埃拉之际 埃拉刻意制造噪音引来了阿伦 导致杰弗里无从下手 正常情况下 实验用的猴子是不能送人的 杰弗里为了给阿伦提供便捷 特意伪造了埃拉的死亡证明 结果搞得现在 无法向上级求助和说明情况 当晚阿伦因为女护工在工作上的敷衍 与其大吵一架 女护工气得不行 忍不住辱骂了埃拉一顿 没过多久 家中的鹦鹉又莫名发狂 差点伤到阿伦 幸好女护工及时赶到 阿伦打算扔掉鹦鹉 但女护工却不同意 只让阿伦感到无比的愤怒 受此影响 埃拉偷偷挣脱笼子 溜到了女护工的房间 将女护工饲淹了鹦鹉一把捏死 结果这件事 女护工了解到了埃拉的可怕 可阿伦却不怎么在意 甚至他还表示 鹦鹉死得好 弃了女护工当场辞职 母亲卖了自己的房子 以后她将住在阿伦家 接替女护工的工作 对于此事 阿伦是一万个不同意 因为她想保护自己的隐私 只是无奈她没法阻止 最近这段时间 阿伦时常梦见自己变成埃拉 在外面漫无目的的狂奔狂跑 她怀疑自己和埃拉之间有着某种连接 但杰弗里在仔细检查过埃拉后 并未在埃拉身上找到灰尘和泥土 因而否定了阿伦的猜想 见阿伦不认同 他只好带阿伦去体检 可没想到 这一检竟检查出了阿伦先天存在的问题 原来车祸并不是导致阿伦瘫痪的主要原因 因为阿伦的身体存在有隐疾 约翰虽然救醒了阿伦 但却没有仔细复检 以至于阿伦恢复得十分缓慢 由于好色和自大 约翰忽视了阿伦的健康 得知此之后 阿伦气得火冒散仗 抢了我的女友还敢这样对我 要不是身体的限制 我真想将你碎石万段 埃拉感应到了阿伦的愤怒 为了替阿伦复仇 她深夜偷偷潜入约翰的小屋 以纵火的方式将约翰和琳达烧死 正在做梦的阿伦 刚好梦到了这一切 四日清晨 阿伦得知了约翰和琳达的死讯 因而坚定了自己对埃拉的猜想 没想到埃拉还可以帮忙做这种事 阿伦因此兴奋不已 当然在明面上 埃拉还是会假装成怕火的样子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怀疑 但在杰弗里看来 埃拉始终是个隐患 必须得想办法恢复她的智商 埃拉被杰弗里带走后 阿伦和麦莉的关系 直接前进一大步 两人在猴子们的见证下发生了关系 另一边 杰弗里通过反复研究 终于发现了埃拉在用药上 与其他实验品不一样的地方 因而研制出了血清 但没过多久 他就发现血清被上级偷了 由于资料没备份 杰弗里只得采用非常手段 尝试用药与埃拉进行连接 体会一下阿伦的感受 或许这样就能搞清埃拉的秘密 阿伦与麦莉太过亲近 还狠听麦莉的话 这让母亲十分的不满 因为在她看来 阿伦只用听她的话 母亲事事都要管 这便是阿伦不想让母亲搬过来的原因 刚好就在此时 埃拉来到了阿伦家 阿伦感知到了埃拉的到来 埃拉也感受到了她的绝望 母亲不想让阿伦离开自己 所以一直对阿伦严加看管 现在阿伦还瘫痪了 连反抗之力都没有 长辈不会向晚辈认错 就算阿伦指出母亲不对的地方 母亲也只会认为阿伦不懂事 体会不到她的良苦用心 杰弗里没有料到 埃拉会趁她药效发作之际逃离实验室 现在想追已经晚了 再加上实验室被实验品们搞得天翻地覆 她必须得暂时留下善后 受阿伦的怒火影响 埃拉偷偷潜入了浴室 趁母亲泡澡放松的空档 她一把将吹风机扔进浴缸 母亲因此被活活垫死 等杰弗里处理完一切赶到这边时 母亲早已两透 阿伦虽然不喜欢母亲 但也没忤逆到要杀死母亲的地步 埃拉的这次行凶终于让她看清事实 原来埃拉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用 就算她有高智商 没有道德和法律的约束 只会依靠动物的本能行动 到头来只能成为祸害 就在阿伦和杰弗里商量着如何对付埃拉时 埃拉突然现身攻击杰弗里 不过还好虽然埃拉有剃须刀作为武器 但却没能对杰弗里造成致命伤害 无奈之下她只能暂时躲到暗处 阿伦不具备威胁性 目前无需对她动手 杰弗里才是首要目标 趁杰弗里上楼的空档 埃拉通过绕路咬断了电话线 阿伦见状只能找机会 利用另一处的电话联系麦利 虽然埃拉在发现后第一时间挂掉了电话 但麦利那边的电话还是响了 由于杰弗里及时赶到 埃拉并未伤到阿伦 不过阿伦的轮椅却被话筒意外卡住 导致无法行动 这下杰弗里便只能独自对付埃拉 埃拉依靠偷袭给杰弗里注射了麻醉剂 杰弗里强撑着身体 赶回来向阿伦说明了情况 阿伦在经过多次尝试后 终于将话筒甩掉 只是无奈杰弗里此刻已经睡着 话筒掉不掉都不重要了 更令阿伦绝望的是 埃拉还关掉了家里的总闸 没有电源那些智能设备便无法启动 事已至此 阿伦只能尝试动之以情 希望能劝说埃拉放下独刀 埃拉对阿伦还是很有感情的 所以并未对阿伦下手 阿伦看到这一幕后 突然想到了对付埃拉的办法 埃拉和母亲一样 也对阿伦有很强的占有欲 这便是阿伦能活到现在的主要原因 埃拉是会被阿伦的思想所影响的 只要一心想着离开这里 埃拉说不定就会远离此地 这招确实起到了效果 只是在最后一刻 埃拉赶到了阿伦家 对于埃拉来说 埃拉就是她的情敌 她不希望有其他人分享阿伦的爱 由于埃拉的出现 埃拉瞬间恢复了神志 情敌见面分外眼红 面对埃拉 埃拉毫不留情 恨不得将埃拉撕成碎片 幸好猴子的力量与人类比起来 始终还是差了不少 埃拉因此躲过一劫 可没过多久 埃拉就因为被绊倒而撞到头部 就此陷入昏迷 埃拉见状立刻掏出火柴 准备烧死麦利 幸好麦利穿的是牛仔服 刚刚还淋了雨 没有那么容易被点燃 这给了阿伦叫醒她的时间 见阿伦一直在帮助麦利 埃拉心中度火中烧 为了发泄 她竟然在阿伦身上尿尿 火柴烧不到麦利 那针扎应该就没问题了 阿伦担心麦利被刺瞎 只能不断地对埃拉说好话 希望埃拉能放麦利一马 绝境之中阿伦突然发现 自己的右手有了知觉 靠着这只右手 阿伦成功打开了收音机 播放起了埃拉最喜欢的那首曲子 这下埃拉终于有所触动 放弃了心胸的想法 就在埃拉准备拥抱阿伦时 阿伦突然张开大口 死死地咬住了埃拉的脖子 没过多久 埃拉的脖子便被阿伦应声称咬断 这一切总算结束 经过第二次恢复手术 阿伦终于康复 要不了多久 他就能告别轮椅和拐杖 像常人一样度过自己的余生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我是奥雷 咱们下期再见